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们今天要继续以佛所书讲经 这是我们的第五讲 题目是拣选以神丰盛的恩典 那还是照样我们先把经文来念一遍 我们经文还是在以佛所书一章三节到十四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执意所喜悦 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这是他荣耀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第七节 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 匆匆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水几亿行作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十二节 叫他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背赎 使他荣耀得着称赞 阿们 我们今天读经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题目虽然是讲说神丰富的恩典 但是因为我们几周来念这个经文 念到有关圣灵印记的部分 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开始问这个问题 我是否有圣灵 这个可能是一般教会中最被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看 如果说圣灵的印记是得救的记号 如果说 如果你们到一个教会 教会牧师说 你们今天受洗全部都得救 这种教会它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觉得说 我们反正已经信耶稣 我们受了洗 我们就得救 我们等着上天堂就好了 很少会讲 再往下讲 我们到底是不是有真的得救 或者假的得救 这两种分法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一个教会 有开始讲圣经 把圣经你的意思 开始真正讲明白以后 你就没有办法逃避掉 圣灵为印记这个事情 那圣灵为印记 到底是怎么行刑呢 那教会的牧师又有不同的讲法了 他说有人说你只要受了洗 就得圣灵为印记 这种作法在圣经里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圣灵要成为我们的印记 那一定要圣灵到我们身上 住在我们里面才行 那怎么样问题就来了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圣灵 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们有圣灵作为印记 这个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关心的事情 而事实上也真的是很多基督徒都在关心的事情 我为什么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关心呢 因为有些基督徒他丝毫不关心的问题 他觉得他一定有 这种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 这个就是说他觉得他一定有圣灵 他觉得他什么时候 或者说他觉得他一定有圣灵 他就是听到了牧师的话 他就简简单单的相信说 他只要进教会每个礼拜来 他就一定得圣灵 这个如果你自己对自己有没有圣灵 从什么时候得到圣灵 没有怀疑的话 那你就跟我以前一样 是的我以前也是这样 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在圣经读过了 然后听到了圣灵 然后你台上牧师一讲说 你们信耶稣 你们受洗就得圣灵为印记 听了这话就相信了嘛 对不对 这是人很正常 因为你听到牧师 他suppose是一个权威的象征 一个权威 在神面前一个权威的象征 那他都讲我们有圣灵 我们就有圣灵咯 对不对 是的 真的很多人是这样想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去怀 从来不曾怀疑 心诚则灵嘛 对不对 这是华人信仰 最大的一个共同语言 不管是佛教 什么道教 这些什么拜 什么一贯道 他们都相信心诚则灵 所以很多华人基督徒 在做基督徒的时候 他也是觉得心诚则灵 你不要怀疑嘛 你就相信嘛 你就相信 你就 牧师说你每个人进来都有圣灵 那就是都有圣灵 这种相信 我们信是很好的 我们信的对象也是很好的 但是你应该清楚明白 你要深知你所信的是谁 你这才是真信 如果人家讲一句话 你就信的话 那你可能 你信的耶稣 可能就是一个菩萨的化身 对不对 我们有人说这个 有人把耶稣当菩萨来拜 有人的基督徒真的是这样 他就是相信一个 像韩国有一个教 韩国为什么 为什么当初那个基督教兴起那么快呢 就是因为韩国本土有一个信仰 他的信仰很简单 你去拜 拜就得福 拜就得福 就这样 然后呢 基督教开始在传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 就好像跟当地这个文化结在一起 他就相信 你拜就得福 你拜基督 只是把这个拜 拜一个什么东西不知道 变成拜基督 你拜耶稣 你就得福 你拜耶稣 你就得福 这两个一结合 哇 那个传得很快 然而虽然是如此 这个不见得是坏事 神做事有的时候非常的奇妙 虽然是如此 但是呢 很多人开始是因为这种福 福教 他不是佛教 福气的福 他因为这种福教的信仰 而信了耶稣 但是进了门以后呢 他们也开始读圣经 也开始钻研圣经 韩国虽然有很多人 还是有那种福教 这个就是丰盛神学的观点 但是也有很多人 从这个地方进了门以后 他们开始研究圣经 开始真正钻研 韩国也有真正不少出色的教会 当然现在的情况是两种都有 就像今天华人的基督教教会里面 也是两种通通都有 有的教会呢 就是类似像这种 反而被韩国文化所影响 福气 保障 平安 你拜耶稣 通通都有 有没有这种教会 很多 我跟你讲 很多 但是也有在这种教会里面 因为这个 我们这样子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这样 因为你做基督徒 就是在成功神学的教会里面 你没有办法逃避 一定要接触圣经的 我到现在还没有听说 哪一个成功神学的教会 说我们完全不看圣经 这个倒是真的没有听说过 所以今天你只要进了教会 就一定会看圣经 但只是看得多看得少 有的教会就很鼓励弟兄姐妹看圣经 他虽然台上讲的是成功神学 也在鼓励弟兄姐妹看圣经 可是也有的教会就比较可怕 就是说他 他也告诉你 他们要看圣经 但是从来不鼓励你们看圣经 从来不鼓励弟兄姐妹看圣经 他好像就叫牧师讲一套 然后呢 小组查经 也不一定查经 然后希望就读一些什么那种 他牧师自己的著作 牧师自己以前的讲道 这样子 这种话教会 我觉得其实也是蛮 其实你的基督徒 远离圣经真的就是不好 那如果说你基督徒开始 你看圣经的话 你就很有可能就接触到的问题 你就开始从你自己读了以后 你就会有一些人就会被领会 不是所有的信徒 但是有一些信徒 他在读的时候就会有怀疑 怀疑以后有一天就会 圣灵就来过来就让他清醒 像其实我就是这种情况 我当前面当了信徒 当了十三年非常糊涂的基督徒 反正牧师说什么 就是了嘛 他也教你一点神学 也教你一点这个 他讲的话 其实大概有百分之五六十都是对的 很对 然后另外三四十就加上一些祝福 这种东西加在里面 一盘端给你 那如果今天你这样打了这一盘 你吃下去了 对不对 那祝福的话 你反正也就听了 但是你有一些 你就不知不觉就吸收一些神的教训 跟那个 然后你自己读圣经 圣灵来感动你 一样你有可能成为一个被圣灵感动 然后又开始钻研神的道的基督徒 我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不是说成功神学的教会 就一定就是最大恶极 当然它跟真道有很大的违背 但是成功神学的教会也可能为主塑造一些基督徒 至少是起步阶段 但如果说你一天到晚只待在成功神学的教会 你从来不知道 再去自己去把这个触角探出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讲不同的道 有没有人这个圣经上有没有自己讲不同的话 或者说你听到有这个旷野遇见神 你来听听看 那你听了这些东西以后 你发觉为什么跟自己的牧师讲的不一样 为什么这些好像 但你又去查圣经 发觉这个不一样的好像比较对 那你就接近了 接近了 然后这个时候祷告求圣灵 然后可能就 很有可能就得了圣灵 那我们会在将来以后 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 借这个时间 先讲一下如何能够求得圣灵 然后之后呢 我们会在这个第一 以佛所书第一章结束之前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 我们是否有圣灵一些检验的方法 OK 那 讲这个圣灵呢 如何求得圣灵 我还真跟你讲 我还真的参加一个教会 去过一个教会的聚会 他们就教说 我们就要教 教圣徒 教这个信徒 我们教一些基本的要义 等于说基督教的基本要义 他的基督教的基本要义 还很认真的上课 他上课里面呢 一样 我听他的课程 我讲说他们这里头 大概有60%是对的吧 有一些是错的 教导的时候 他们认为是基本要义 就开始教教教 然后其中后来有一节课叫做 今天要让你们得圣灵 今天要让那个信徒得圣灵 他那个传道人就上来 他说 我今天要让你们得圣灵 我要你们很多人在今天能够得到圣灵 然后就怎么办呢 他就开始讲话 然后我就觉得 我听他讲话 在讲那些什么 一些使徒行传当中 那些怎么得圣灵 然后讲那故事 哥林犹家中 这些都是圣经上的故事 在那个马可的 就是那个 马可楼的楼上 那些怎么样 就是把这个使徒行传中 因为得圣灵的案子 一个一个讲过来 然后呢 在讲的当中 我就后来就发现 他的那个扩音器的声音 开始慢慢变大 好像这个事情 他们有安排好了 他们就把这个音响的声音 就开始慢慢加强 然后那个低音就变得越来越重 到了最后他就开始 他说 我现在要为你们祷告求圣灵 然后开始 那个背景音乐就放起来 那背景音乐的被识就很强 然后就大家每个被音响震动到 灯光也开始调暗下来 后面打一个那个跑灯 就是那个 好像那个荧幕上开始 这个灯光开始有变化 然后他说 那个传统的开始祷告 然后说 你们现在有没有人 感觉有圣灵的就出来 然后开始回音 就很大 那个震动就很大 用这种方法 想要人得圣灵 可是我在那里 我就 我就有点调皮 我就开始祷告 祝啊 求你的圣灵间 真的让你能够感动 你如果说不要让这个 这是错误的教导 如果你不要让这个错误教导 说这个让证实是真的有效 你就今天就不要 裁剪圣灵下来 我就跟他畅反掉 因为呢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一个 一个关键时刻 你圣灵下来 到那个任何信徒身上 什么时间都可以 但如果你现在 在这种场合 圣灵如果下来 到这个 到这个信徒身上 那这些信徒会怎么想 他想说 就是因为这个传道人 我今天祷告 为我们祷告 然后我们祷告 求圣灵 我们得着圣灵 那你在 那一天得的圣灵 是你得圣灵没错 可是你会 另外得到一个 错误的影响 认为圣灵 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求来的 那就反而是很不好 所以我祷告 跟他想法 我说那你就 今天不要下来 你以后再下来 所以那天他们真的 也有一些人 他就举手了 因为他觉得 被震啊什么 就觉得是有圣灵 可是我知道 清楚的知道 当天圣灵 没有真正的下来 给任何一个信徒 那所以用音响跟灯光 用一些感动的话 能不能给人圣灵 我告诉你 这是不行 因为我们在这个 得圣灵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种 这种 好像有点 微微毛骨 锁蓝的感觉 然后有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想流泪 但是我们受这个感动 不是因为音响跟灯光 或是一些感觉的关系 他往往会 台上的人开始讲话 讲得很悲调的时候 我怎样怎样 有点哭腔的时候 你会给人一些感动 但那是感动 人给你的感动 那不是圣灵的感动 那音响的震动 跟你圣灵 让你进到你身体 让你震动 让你有这种感觉 那是不一样的 初代教会 有没有影响灯光 跟这些 很感人的这种讲话 我不知道感人的讲话 有没有 反正我知道 这个马可罗上 那时候120人 在祷告的时候 有人在祷告 但是我很肯定 是他们当时 没有灯光跟音响 但是圣灵就真正降下来 那个降下来 不是用灯光音响 或是什么 其实人的话可以造成 没有 没有办法 那是神的主权 但是圣灵的彰显的效果 在初代教会 是非常明显的 反正在我们今天教会 我们用这种 人为的方法 去想去制造 这种圣灵下来的感觉 是不灵 都是失败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求圣灵呢 我们要不要求圣灵 我跟你讲 我们要求圣灵 我现在来念一段经文 那个是路加福音十一章 主耶稣基督的 告诉我们的话 主的话 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节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柄 反给他石头呢 求鱼反给蛇 当鱼给他呢 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 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感谢赞美主 这是主耶稣的话 主耶稣告诉我们 你们要求 你们要求圣灵 他会给你圣灵 这个话是真的 非常对 可是那你说 那我们教会里 我们每天祷告 求圣灵好不好啊 这个你要讲清楚 要教导清楚 因为很多人呢 他求圣灵 他并不是真正在求圣灵 这话怎么说 因为 我就像经文中讲 圣灵是一个印记 所以他今天想求圣灵 他想要求那个印记 他想要说 我有个确据 我将来可以上天堂 我就要那个 我不关心你 圣灵来到底做什么 你圣灵来是让我们明白什么东西 还是说让我们做什么功 让我们转化 我不关心 我不care 我就要这个印记 我就想要说 我今天 也不要付出 我也不要去被感动 我也不要去做什么别的事 你给我个印记吧 这种求的话呢 是不是能不能够成为 这个主会不会就答应你呢 因为你求的其实是一个印记 那个印记呢 要给你 你必须是真的 必须是符合这个 在神心目当中 他所遇见 他所预料的那个情况 他会给你 那我反而是觉得说 你今天如果要求 直接求圣灵 我要那个印记 你不如说 你去求 你怎么样好好地当个基督徒 我愿意顺服 其实人有的时候立志 是可以对人的一生产生某些国效 不一定在宗教里面 比如说我其实有很多人说 我立志一生要当个好人 我不要做坏事 可不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 真的可以做 他们真的说 至少在这个人的眼中 他们真的做了一个好人 他一生就检讨自己 不要去做坏事 有一些余钱拿去行善 积德 人可以做到这些 结果他有的人做他的立这个志 他可以持续一生 到他死的时候为止 他不认识耶稣 不认识基督 不认识神 他可以平的一个立志 然后做一世人 或者有人真的 你看在以前有讲很多人说 我要立志当个老师 我一辈子要当个老师 我要造育英才 我要教育人 很多老师真的 就是他当初立的一个志 他后来也做到了 当然有些老师做一做 他觉得我做生意也不错 我做生意 也是有 但是真的有不少老师 他以前立志当老师 他就做一辈子老师 他觉得做老师是最荣耀的事情 那同样的 今天你做基督徒 你也可以立志 你要一辈子当个好基督徒 怎么立志呢 我要一辈子上教会 我要奉献 如果主感动我做什么 我就要去做 要顺服 当然这里面有不同的立志 有人说我只要一辈子上教会 我每个礼拜天都去 立志到此为止 他真的成了一个每个礼拜都上教会的基督徒 但是他没有立一个字说 他上教会之外 也要奉献 或者说也要顺服主的心意 所以你立什么样的志 跟你最后成为什么样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今天立的志 真正当个好基督徒 我要立志 我要当个好基督徒 我还不明白 我一个好基督徒 到底要怎么做 但是我立志 我要当个好基督徒 我今天 我要当好基督徒 好基督徒在我眼中 我认为说 我要读经祷告 我要去教会 读经祷告 慢慢我的明白 我还要做什么 各位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立志 你今天你要立志顺服 那你顺服谁 你顺服什么样的命令 不晓得 你先立志当个好基督徒 你先立志说 我要读经祷告 你这个时候 你只要一生都这样做的话 很有可能 你就一直到了最后 你真的成为很好的基督徒 因为你一直去教会 一直读经祷告 一直尝试明白神的心意 这样子的 就可以做一个好基督徒 而我们上次讲过 神要怎么样赐圣灵下来给人 我们讲到保罗的例子 保罗在得到神的拣选的时候 他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大恶人 他是一个大坏人 但是神拣选他 为什么 神看人的一生 我们看人 只能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他到今天为止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他最后的一生 到最后结尾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子 就像如果你看我 我信主的时候 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我被圣灵拣选的时候 我是一个迷糊的一个基督徒 对不对 但是最后 我今天能够作为一个传道人 那神已经知道 他在当时放下来 他就预备我几年以后 要怎么样作为传道人 所以神知道 神知道你下面的路要如何走 那就好像 如果说我们用人的 这个商业界的思维来想 就有一种叫风险投资 对不对 你知道什么叫风险投资吗 在商界是很正常 比如说我要开公司 我没有钱 但我有很好的主意 但是我没有钱 怎么办呢 他们就去找风险投资 就把他的主意说 我有一个这样的主意 我告诉你 麻烦你给我钱 那在以前呢 在就是二十世纪 这个前面的时候 这个风险投资 并不是很盛行 你要想做生意嘛 那你就做 你先把你自己的资本存够 你再做 你找亲戚朋友借钱 你再做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期 现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 风险投资就很盛行 我现在我没有钱 我也没有能力做这个事 但是我有一个主意 我要怎么做 然后去找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觉得说 你有这可能 他投资你 那你这个 也许公司就这样做起来 事实上很多不少公司 是这样做起来 这是在人的商业界的行为 那神的眼光就更准确了 如果神要投资一个人 他是确知这个人 最后会成为什么样的 为什么有些人在的时候 这个时候阶段得圣灵呢 因为可能他已经 神知道他这个人 他如果得到圣灵 加给他能力 加给他力量 他最后会成为什么样一个基督 会结多少果子 神已经预知了 这就是像保罗为什么 他当初虽然是一个大和人 虽然是一个杀害基督徒人 但是他是一个怎么讲 他相信了 他就去做的那种人 他是一个极知极行的人 他相信 他在他心目中 相信耶和华是上帝 信耶稣是作乱 他相信了以后 他愿意去为这个事情杀人 虽然杀人很不好 但是他愿意 你知道吗 他如果知道耶稣基督去赐主的时候 他会愿意跟踪耶稣基督 像他以前这样的热情 一样的热情去跟踪耶稣基督 所以主知道 主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神就拣选了保罗 因为他知道给他圣灵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果不出其然 保罗的一生就成为一个 真正最好的基督徒 拣很多很多的果子 如果你算他的果子 再结的果子的话 那保罗的影响不得了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要求圣灵 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你就是 你要有一个心智 你愿意 作为一个顺服 作为一个 我追求 我作为一个好基督徒 你愿意这一生做个好基督徒 那你得圣灵的机会 就非常非常的大 甚至有些人 我看他已经做得不错了 好像他信心也很够 但是他一直觉得 他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圣灵 他不知道到底有圣灵 到最后我就说 其实你已经 我虽然看不出你有没有圣灵 但是你已经在做一个好基督徒了 你已经是一个好基督徒 你 you're doing it 这是怎么说呢 有一个 几年前有一个 美国的一个长跑名将 叫Sara Kruger 是一个女将 她以前是在美国 好像跑10公里 是纪录保持 非常快的10公里纪录保持 然后她就要 她后来生了孩子 生孩子之后她付出 她付出以后 好像10公里就没那么快了 所以她的教练就说 那你就干脆进军马拉松 马拉松是42公里 是10公里的4倍 然后她就很担心 她跑不了这个距离 维持这个速度 一直跑下去 然后她教练就开始 给她训练 训练 她最后训练什么 我看她的训练量 她是一个礼拜 跑240公里的训练量 她跑到一个礼拜 就是平均 如果说6天休息一天的话 她一天就跑40公里 然后早上跑 比如早上先跑10公里 然后中午吃饭前再跑10公里 下午什么时候再跑一个什么 十几公里或多少公里 然后她就每天有点变化 她一个礼拜平均的跑量是240公里 就等于是每天等于在跑一个马拉松 但是她非常的不确信 对她自己没有信心 她第一个出去比赛 要参加一个波士顿马拉松 是美国这个很重要的马拉松大的赛事 非常有名 她去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她在参加比赛之前 她从来没有跑过马拉松 就是她没有一次跑42公里跑完 她从来没有 她训练什么 按照她的那个超表 这个表来超课的话 她一次还没有跑42公里过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第一次跑马拉松之前 第一次跑马拉松都是在比赛场上 没有一个人自己先在家里或者附近 私底下跑了42公里 跑完以后再去跑第一个比赛马拉松 没有 我们都是把比赛那一次当作第一次跑马拉松 那萨拉库格也是这样 他就非常怀疑 他就问教练 教练我到底可不可以跑完马拉松 那个教练你知道跟他讲什么话吗 他说 You are already doing it 你已经在跑了 为什么 就跟他解释说你一个礼拜跑240公里 你每天平均跑40公里 你就已经在跑马拉松了 你不用怀疑你能不能跑完 你绝对可以 从你的训练量就知道已经可以了 一样的道理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圣灵 可是如果你今天已经当了一个好基督徒 当了一个好像说只有圣灵与你同在 你才能成为的那个基督徒 你去明白神要我们明白的事情 你读经祷告你完全明白 圣灵来呢 有几件事情就是说 当然第一个让我们明白 第二个是给我们能力 第三个让我们重生 重生有新生命 重生有新生命我们不晓得 但是如果说一个基督徒 他立志顺服 立志当个好基督徒 他已经做到了 好像有圣灵的样子的时候 He's already doing it 如果他今天立志可以从可以做到尾的时候 从他一生都做到最后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上帝没有理由不把圣灵给他 你看这个经文这里写了 哪有说你求鱼的还给你舍呢 对不对 天父都是我们在地上的父亲都这样子 天父是更好 你今天你真正真正愿意去做个基督徒 愿意去做这个明白神的心意 遵守神的这个旨意 然后你要去做这样的基督徒 神可能会不给你圣灵吗 一定会给你圣灵的嘛 因为你靠你自己都往这边做的 他一定会给你帮助的嘛 神不会说我看你这样做 好你今天你愿意这样做 你就做 我很硬心 我就看你能做到哪里 神不会这样子的 当你愿意又愿意又愿意去做的时候 神一定给你帮助 一定把圣灵给你的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不给的 当然我们以后可以再讲讲看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方法去检视 但是这是一个最好的 就是说你要你要愿意去做 你愿意去做你就会得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说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为了求 我要求个印记 或是有西西乎俗说 在一些某会教会 他相信你能讲方言就是有圣灵 他就更极端 就跑去练习方言 他说我要得方言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得方言的词 因为有方言的词就表示我有圣灵 有圣灵就表示我得这个得救的印记 他就做这个事情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 我这个礼拜在讲这个录影之前 我今天就有一个感动 我感动什么呢 我想说我如果说今天 我能讲方言吗 我有方言的词 我只是说 如果我遵守圣经上的教训 如果没有人能够翻出来 我就不讲了 或者我一个人小声的对神讲了 当然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在这个镜头面前 把方言讲出来 但是在今天讲这个道之前 我就想说 我应该 我是不是能够把这个 我的方言然后讲出来 然后录下来 让有些弟兄姐妹看一看到底 方言 真的方言是怎么样的 不是那种笑啦巴巴巴那种 所以我就后来 我就大概录了大概六七分钟以后 开始从祷告开始 到了大概五六五分钟以后 开始真的讲方言 待会儿我会把这个录影 这段录影剪进来 让各位弟兄姐妹看看 什么是真的方言 请啊 天父恩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这方言的恩赐 是乃是你所赐下的 主啊 你也常常不让我们 在这个镜头面前 有这个方言的恩赐 主 但是我们这一次 我是为了这个 能让弟兄姐妹看到 什么是真正的方言恩赐 我坐在这里 若是你允许 你就让我讲出方言 若是你不允许 你就不要让我讲出方言 我在这里 我要荣耀送赞的归给你 主 你是在高天子上 你道成肉身 你成就了一切 你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把你的这个感动 亲自告诉我们 你用你的话 你的身体 你的这个行为 你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们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在后世代的基督徒里 中赞美你 一切荣耀送赞都归给你 我们是罪人 我们还在逢往犯罪 我们犯罪当中 一方面犯罪又要祈求你的恩典 主啊 求你看 我求你原谅 主啊 你把所有人都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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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求的是什么?求的是方言 为什么?因为他要显示他有圣灵 因为教会中好像很多人都有这种方言的恩赐 好像大家都有圣灵 他没有 他就很心急 人的心理在某种状态之下他会去变 他会去想要自己做一些 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追求方言 所以我听人家讲那种方言 我可以帮他翻译 Xia leur就是我可以 方言 他在讲我可以讲方言 我可以这样方言 这种方言就是说 假的 我真的不相信那是真的方言 就我自己经验跟我所看到的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要求什么 我们就得什么 对不对 这是主自己说的话 所以我们该求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求的神的灵来引导我们 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灵 是不是 我们今天该求的应该是神的灵来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 我愿意做个基督徒 但是我自己 凭我自己能力 我做不了一个好基督徒 我就求神来引导我们 有这种心意的基督徒 那他就可以作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这个在罗马书六章 我几节的经文我们念一下 罗马书六章十二节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 必死身上做亡 使你们顺从生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 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导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 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 献给神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这句话就是引讲明了 这样子基督徒 你有这个一个心意去追求的时候 罪就不能再做你的主 什么人罪不能做他们的主呢 我们可不可以凭自己 然后让罪不能做我们自己的主 不行 凭自己的意思 说我今天要守一些轻规 守一些戒律 那个你还是会犯罪 你还是会有各种的心理的恶毒 一些欲望 这种一直不断的在做你的主 但唯有说 你今天得了圣灵做帮助的人 你就不会再让罪来做你的主 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心智 我们愿意 我们不想要犯罪 不想再继续在私欲里头犯罪 我们想把我们肢体献给神 这样的基督徒 那他就会得着真正 就会得到真正的这个神的帮助 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会成为圣灵的 这个我想是无庸置于的 那置于那个寻求基督者才能得圣灵 因为我们得圣灵不是为了荣耀自己 不是说我们今天要来说 我们得圣灵 我们可以更加夸耀 我会讲方言 你看我讲方言讲得多好 这个 这真是 因为方言在我的经验里 从来不是说我要讲我就可以讲 我不是说我今天我想要表演 我就可以表演 没有办法 方言都是神感动才来的 那我刚才那个 那个video就是我有这种感动想把它录下来 我就试试看可不可以 后来真的神就允许我讲了方言 那但是我们一般基督徒 我们如果得圣灵 我们是为了什么 圣灵是为荣耀结束基督而来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能够有圣灵 为什么我们要能够讲方言 讲方言到底为什么 为了荣耀基督 讲方言就是为了颂赞赞美主 从没有例外 讲方言不是说我会讲方言 我会讲方言 不是的 讲方言是为了荣耀赞美主 这个我们也有经文 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二节开始 我还有好些的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感谢赞美主 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 讲得很清楚 把圣灵来了两个目的都告诉我们 第一个事情 他要帮将 很多你现在担当不了的 但是真理的圣灵 他要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第一个让我们明白真理 这是圣灵的头一个功能 有一部分 就是说 他当时圣灵就已经感动 使徒就写下来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我们没有得到圣灵之前 我们也可以借使徒所写的话 圣灵的感动所写的话 我们来认识神 这是第一点 第二件事很重要 他要荣耀主耶稣基督 他要荣耀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当基督徒 能够真正明白 耶稣基督究竟是在 我们信仰当中 什么样的位分 很多基督徒会想说 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神儿子 为我们死了 对不对 然后又复活了 但是有些外邦人也相信 也相信说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 凡是神被杀都可以复活的 对不对 一个神被杀能够复活 有什么奇怪的 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对不对 你看我们拜的神 是不会被杀的 他们有些神 他们说他们拜的有些神 是不会被杀的 耶稣基督能够死而复活 那可能是神 但是你们的神没有很厉害 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就是不明白 甚至有些基督徒听到这种讲话 对哦 有道理 耶稣基督是神 但是他能复活 他是不错 有能力 但是好像有些神 能力更大 从来没有被杀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是认识不清楚了 然而这个 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受圣灵感动 我们就会 我们的理解 我们对这个圣经的教导 我们对圣灵要启示 还有主耶稣 很多没有讲出来的话 所以你看 主耶稣在四福灵里头 能够教我们的 都是比较 他是真理 但是有些事情 他因为太深 没有办法马上讲出来 主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 比如说主耶稣 他并不说他就是神 他从来没有说他是神 但是呢 当多玛去拜他的时候 摸他的手 摸他的肋旁 他说我的主 我的神 拜他的时候 主耶稣没有底 没有这个抗拒 就接受了 所以有些事情 主并没有自己 就把他启示出来 有些将来的事 要等到圣灵来了以后 才能启示出来 这是为什么 在使徒的书信 写出来有些东西 你就看出来 好像要比耶稣基督讲的话 更深刻 更有神庙的感觉 主耶稣基督讲的都是真理 那使徒们所讲的 是根据耶稣基督所讲的 我们的信是从哪里 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之上 而这个根基的仿角石 就是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没有在世上为人的时候 并没有把一切的真理都讲出来 他告诉我们很多的真理 然后使徒就在这个之上 在受圣灵感动 可以讲出更多的真理 就告诉我们一切的事情 但如果说我们今天受圣灵感动 我们不但能够知道 读到这些事情 而且我们能明白 真的相信 但如果说你今天做一个基督徒 有一些基督徒他相信 神爱世人 神怎样 但是他有些基督徒 没有办法相信那些神迹的事情 就曾经我就听过一个牧师 他讲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 他说这是一个 一个很众人所共同达成的神迹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讲 这个 这个我不是 我绝对是反对这种说法 但是我把这个人讲出来 他讲了 他说因为大家身上都有带有食物 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起一个带头作用 这个饼跟鱼往下地的时候 有些人看那么少 他自己不好意思 他就把他自己带的饼跟鱼 就放一点在那个里面 再往下穿 因为他受到主的爱的感动 他也要去爱别人 讲这个话 这是乱讲 没有的事情 因为在路加福音记了两个 这是类似五饼二鱼的神迹 一个是喂饱五千人 第二个是喂饱四千人 喂饱四千人 你去看一下那个经文 他说那已经第三天了 大家都没有吃的了 那个时候主行了神迹 好像主知道以后 会有一个人讲这种话一样 他有一次试神迹 他特别挑选 三天了 大家食物都用尽的时候 他来行这样的神迹 所以那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就是有些基督徒 虽然说他是基督徒 但是他对圣经 他对神的启示 选择性的相信 一个基督徒如果说对圣经的启示 对这个灵 是选择性的相信的话 他一定是没有圣灵 他真的是不明白 会去宣传这种 因为基督徒到了二十一世纪 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 遇到很大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没有办法相信那个神迹 甚至不想 他说神迹已经结束了 不会再有神迹了 不会再有先知启示这种事情 先知是以前的事 先知能说未来预言是以前的事情 从今以后 这个已经不再有了 启示到使徒为止 以后圣经结束以后就不会再有启示 其实这种事情都 主权在神 神从来没有说这个圣经完成 就不再有启示 还是可能会有启示 但是只是说没有必要再启示 当没有必要再启示 神不会每一个世代 都每个教会当中都有人使徒 有人先知 像摩门教那样子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你不可能去人设立使徒先知 这是错的 但是在这个世代 有没有必要有启示 有没有必要有先知呢 这是另外一个神考虑的问题 这个五重执事 当神觉得有需要的时候 他就会设立 在某一个时代 人大家都不信的时候 他可能又兴起先知出来 跟大家讲真正纯正的道理 让大家能够真的信 在一个基督教已经迷失的世代中间 就会有这样的先知兴起来 告诉大家 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这是神的权柄 神可以兴起这样的先知 但是如果信仰 大家没有问题的时候 神也可以说 我现在这个世代 不需要设立一个先知 就没有 都有可能 万事皆有可能 但是圣经上说的话都是真的 圣经上说 神那种神奇性 神可以施行神迹 即使在今天 你说我们医药这么发达 好像我们很少看到神迹 已经没有这个神迹 没有这个神奇医治的问题 甚至说没有赶鬼的问题 鬼已经不存在了 鬼都被赶完了 所以基督父已经不知道怎么赶鬼 也不需要知道怎么赶鬼了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两样我都还真的都做过 我医治过人 这是一当场就跟他讲医治 他当场得医治 另外一个是三天 连续三天晚上起来闹鬼的孩子 我当 后来他妈妈跟我讲 我在第二天 就是前面闹了两天晚上 这一天晚上 然后说第二天 他带孩子来见我 然后第二天他见我 我新闻 从天晚上怎么样 还是闹 第三天 连续三天 然后我就跟他在一个房间里头 我就开始跟他祷告 结果祷告以后 我就很简单 我也没有什么叫他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我就介绍他认识耶稣基督 我就介绍他认识基督 就开始问他 你愿不愿意试试看 接受耶稣基督为帮助 他愿意我就帮他祷告 祷告以后 我出去 我跟他妈妈讲说 奇怪 他这孩子跟你讲的 跟你跟我讲的 有点不太一样 他妈妈说 对啊 他不知道啊 他只记得他自己起来会吐 晚半夜会起来会吐 吐完他回去睡觉 他在床上那样跳跳跳 是他自己都不记得 所以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无论如何 我介绍他认识耶稣基督 主知道 而且主我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愿主猜遣天使千金保护你 这句话说出来 就是凭着神的权柄 凭着神的名 我加给我的权柄 我所做的 所以这个孩子呢 回去以后 他从那一晚开始 这个事情都再也没有发生过 哎呀我现在有的时候 常来看这个孩子 十多岁的男孩子 跑过来看起来说 书书书书的叫好可爱 我问他好不好啊 都说很好 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所以呢 医治跟赶鬼的能力 在这个时代中 仍然会有 只是需不需要而已 你不要 有些人就不相信了 那他不相信就不好了 如果你如果是真的得圣灵启示的话 这些事情 圣经上所讲的这些事情 通通你都可以明白 而且通通都有可能再发生 一切皆有可能 只是看神要不要做 愿不愿意做而已 我们虽然科学昌明 这个世代并没有改变 跟我们在初代教会的世代 并没有改变 只是每个世代的需要不同 那所给的这个神迹 歧视应许 有稍微有点不同 所以还是可能会有先知 还是可能会出现使徒 只是 是不是真的需要 那是完全在神的手中 这些有很多话 我就不需要再讲了 那 结果这时间我们看一看 如果今天加上我这个 方言那个录音把它编进来的话 我们时间就已经到了 所以我想本来是要讲这个恩典 恩典我们下礼拜再开始讲 我们这个就等于是一个插队 把讲了一个圣灵的专题 我愿意各位弟兄姐妹都得圣灵 可得圣灵的方法呢 就是你去追求 你要圣灵 但你不是需要圣灵的恩赐 或者圣灵的印记 或者圣灵的记号 比如说方言 这不是我们要圣灵的目的 我们要圣灵的目的呢 就是帮助我们做更好的基督徒 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真理的启示 从圣经里或者从神直接来感动 这两种都有 我们要圣灵的目的 是要我们能明白真理 第二件事就是要圣灵的目的 是要能够帮助我们重生 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荣耀主 这就是圣灵真正圣灵的目的 当我们要这些的时候 我们要跟神要这些 我不要去为了自己荣耀自己 我自己假装我可以讲方言 不要求这些 你要说我要当更好的基督徒 我要更好的荣耀主 我要更好的明白真理 我要有更好的生命 当你要这些的时候 那你就是要对了 你就可以真正的 你就可以真正的得到圣灵 我们感谢赞美主 哇 虽然说今天还没有讲到恩典 我们下礼拜我们再讲 如何认识我们的恩典 这个也是非常宝贵的 那我们今天的讲道 就变成圣灵专题 跟我一开始announce的不一样 但是就是讲圣灵 我们今天讲道就到此为止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常与众人同在 因为我的弟兄姐妹都能明白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大能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真正让我们的心 准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 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得过且过的基督徒 我们不是要做一个躺在这个躺椅上 等着人送我们上天堂的基督徒 我们要追求 我们要追求神自己 我们要做更好的基督徒 更好的来follow耶稣基督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也感谢你赐圣灵给我们 主啊我们为弟兄姐妹 我一切都祈求 我的弟兄姐妹 真心愿意的 我们都要得到圣灵 我们感谢祷告不配奈斯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感谢主 我们赞美主 上帝祝福你们 我们下周再见